在使用乾媽媽之前 因為我一個人住在小桃 通風實在不是很好 每次要用抹布之前都要先聞一下 怎麼樣都會有一個東西 怎麼洗都顯不掉 那個味道實在是 唉 然後用這樣抹布再去擦 擦過的地方又會有味道 真是很麻煩 然後就變成一兩個禮拜 就要換一次抹布 就要丟一次抹布 要不然就是要整個 整鍋拿去泡漂白水 整鍋拿去泡漂白水 整個小泡盤都是漂白水的味道 都覺得自己快被毒死了 但是有了乾媽媽之後啊 我只要每次洗完抹布放上去 第二天早上完全沒有異味 而且又乾 放了下來 用了一兩個禮拜下來 就不像之前我用的抹布一樣 它上面也不會長東西 也不會有臭味 就算我一條抹布 用了兩三個禮拜 它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永遠都像新的一樣 都像曬過太陽一樣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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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是在台湾有一个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在台湾的会议 民间开的那一次 不是官方那一次 他官方那一次其实是 除了Saint Bromberg来 很令人兴奋以外 其他甚至划算可成 五月开的那场 其实才是真正大家都 所有的外国人都跟我们 竖大拇指 说台湾办得好 那当有一些人介绍说 我就是台湾的主办当案之一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来跟我讲说 下一回要邀请我 他们都想到台湾开会 那那一次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到说 我的讲法很简单 因为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所谓的国际宗教自由 所关切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 政治迫害 宗教迫害 这些问题 那这些迫害的过程里头 人权其实被压到最惨的部分 老实说政治迫害 你可以忍 你可以找机会 时间在你手上 宗教迫害也一样 你被迫害了 被关被压 被打 被怎样 你可以在那里 时间在你手上 医疗被剥夺的时候 时间不在你手上 所以他们的反应都 非常的兴奋 就是医疗被迫害 这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感受 可是都没有方法解决 而且其实没有人 想要解决这个事情 我在美国的 看到您跟这些人 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他们的反应都是 因为美国的医疗 是非常贵的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可以免费提供 这么优质的医疗的服务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在整个 难民救助的过程里 除了第一是 把他解放出来 让他离开 那个被迫害的现场 第二个就是 迫害的这个状况 我就举了很多例子 讲说 这些在中国被迫害的人 他连他的医疗权利 都被剥夺 所以他的满身是病 因为我已经救过几个人 一到台湾 我一看他的状况 有一些人是自己 会跟我报告说 哎呀我眼睛不太好 我是什么不太好 我可不可以趁这时候在台湾看病 我们当然就帮他安排 可是有一些人我刚刚看看他 我认为他问题还不在 这什么牙齿痛啊 这眼睛不好啊 他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问题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马上就抽血 一咽不得了啊 他的这个桃花血红树的量 都已经破十了 都非常高 吓死人了 一般来说都是应该在六七 那这个情况 甚至他们在被关押迫害的过程中 还会被乱喂药 乱喂药 所以呢 很糟糕 身体糟了一塌糊涂 那所以呢有一些人 哇身上有长瘤 去做一下检查以后 哇那个瘤那么大 能不能上飞机呢 那是不是恶性良性 所以这些情况 我们在台湾啊 我们都找到适当的医院 因为这些帮助我们的医院 我就不愿意透露他的名字 可是我不要告诉大家 就是私立的医院 公立的医院 都有很好的医师 跟他们很好的制度 可以协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就是因为 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才发现 台湾有很多医院 尤其是医学中心 他们都有很好的制度 他们有所谓的海外 国际医疗协助的这样制度 因为在评鉴医学中心的时候 这个你有没有做海外的医疗投射 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如果你有做跟没有做 有可能就会使得你 是不是医学 你所追求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水准 是在哪一个level 可能往下降level 你如果没做 那如果你有做就往上升个level 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就看一看我找了一下资料 居然台湾曾经被过去几年曾经被派遣出去 我们不是只是人家来台湾 然后我们给他医疗这样子的经验子 这也是一种国际医疗 也有那种派遣队伍出去帮助人家的 那这些有至少有1000个医师 有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是庞大的资源 那我了解这个问题了以后 我曾经也跟我们官方 人是谈过这个问题 那谈的感觉就是说 他们也很想参与 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参与 后来我就说不然的话 今这一次我趁着这个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的这个 国务院的部长级会议 我适当的时机 我来表达 所以我表达完以后 那个报告的书 后来你的部分是有关火灾器官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宣言的部分 我们有台湾的行动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想要放送一个radio 一个讯号进中国大陆 来推动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就是所谓的 Voice of Religious Freedom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个电台的计划 我们把这一些计划写完了以后 那个现在其实美国国务院 的宗教自由委员会的 那个San Brownback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准备好文件 整个把它当成这一次 美国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之一 我们已经算了 所以台湾等于是在 108个国家里头 做最多的 是 不过有趣的是 跟我们官方都没什么关系 那这样说好了 就是我们看这个相片 我们先看这个国务院好了 我们在国务院的时候 跟那个 San Brownback的对话的这个相片 让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跟他在对话的相片 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在讲 Run Table 之后台湾要继续怎么做 对对对对就是在跟San Brownback讲述 我们刚刚所讲的几个 一个是医疗的 一个是Voice 那另外还没有机会讲到Organ Harvest 还没有讲到还有一个宣言 他都很赞成 他都很兴奋 他觉得很重要 那特别有关医疗这一部分 他跟我交谈 那我有跟他讲说 下一回你跟我们政府谈的时候 请你务必提出来 因为我说我们政府是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捐捐钱 这样子 这个应该还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另外的相片就是我们在那个CPTC 跟这个CPTC的副主席 Franck Grafney的对话 我们跟他对话 这是就是那个 当前危机中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那就是他举办第七次他们的会议的时候 在DC刚好遇到我们也要了我们去 其实他那天还跟我们讲 一开始开中民意就是说 他本来希望今天的会议 可以邀请蔡英文总统列席 然后我心里其实在偷笑 后来邀他说这样 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到台湾来开 所以CPTC 他们有计划要到台湾来开 我们邀请他了 我们也邀请了 他也欣然答应 他还说没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没有官方的身份 所以我可以来 他很愿意 他非常愿意来 因为我们跟他交换了一些意见以后 他大感兴奋 然后我们有共同朋友 我们不是就在那边讲起来 就是我们有共同朋友 然后他说太好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 我就用我们的共同朋友做liation 来做这个联络 那明年的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在台湾开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section 就是CPTC 可以报告 因为他们对台湾的问题 非常关切 所以他们可以收集 所有对台湾关切的部分 作为一个台湾观察 在台湾 所以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研究 但日期还没出来 但是不外乎是六月之前 明年六月之前 来办这个会 但也有可能六月以后 也有可能 因为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后 我们来判断一下 是新的总统当选以后来办 还是选举结果 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马上办 这是两个考虑 但是一定会有CPTC的人来台湾 不管他是一层群 或是打散 一两个 有一个专题 总是明年在台湾 召开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台湾 forum的时候 一定有CPTC 一定有 我们今天已经做了这个准备 那我也跟我的美国的partner 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明年的主题 要怎么放 都已经有一些希望 那这个部分 我们更成熟的时候 在节目里头 会专门跟大家讲 我也欢迎我们的听友 来参加我们的 那个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不过那个都会是invitation base 我们不是开放给任何人 要来参加就可以 我们是invitation base 所以这样说吧 就是说这次在华府 在DC的这种经验 我特别感到 尤其在CPTC的经验 我的感觉是 其实真正跟中共的战争 战场不是在台湾海峡 是在华盛顺 在DC 可惜这个战场 似乎台湾政府 并没有真的把它 承担起来 没什么力量 这个是大家都应该要努力的 我们不是说 自己做得多好 而是总要有人做 我真的也不想要怎么讲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侨胞 很努力 想要为台湾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是如果心里头 或是眼睛里头 都只有台湾 台湾 台湾 想要入联 台湾独立 入联 那台湾都走不出去 是走不出去的 台湾应该要去做很多 全世界大家共有价值的部分 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然后这时候人家就认定台湾 就如同我这次跟你讲说 我们在开编会的时候 你也在嘛 我们两个本来是 那天已经累的办事 哇一听 这个问题真多 非洲的问题 然后欧洲的问题 韩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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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哇 听得都闹闹闹闹 还在想说这怎么办 忽然那个主席说 欸 台湾 欸 你们台湾那个 两个人坐在那里 不可以单坐来 你们要报表意见 我跟你讲 我其实快笑出来 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 台湾都很抢花言 然后 我们坐在那边听 内提利亚帆 什么事 这样子 我们那边只是 本来想做一个观 可以听众 结果到最后 还是要发表一堆言论 而且人家给我们的时间 还蛮长的 这个讲话 就是说 那个才是真实的台湾 当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主动想起说 欸 台湾 请台湾说话 是 那感觉很好 那怎么能够忽视 你是一个国际独立的 这个 他们把台湾在点名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国家 你就是一个国家 你并不是什么地区 他就是台湾 喔 那就是 我就跟他们讲到 台湾can help的问题 每一个都很兴奋 他们都很高兴说 欸 那这个倒是 我们要好好来谈 那个主席 还说 欸 对啊 那个Mr. Young 这个你在台湾的时候 就有谈到啊 这个我们要好好来follow up 是 那我就直接跟他讲 后来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喔 我们这个报告 会传给那个国务院 我们会让国务院 那他说 Round table 应该给我们一个报告 我说会啊 会啊 我们会给Round table 美国的Round table 一个报告 也同样的内容 我们也会给国务院一个报告 那我们都今日是今日必 所以我们那天很努力 在手机上面 把报告写完了 把我写完 我们在美国就写完报告 然后Summit上去 我们就已经交出去了 OK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有没有一种产品 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 净 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常出差及旅游的小姐 以前常在想 如果出门在外 也能有干爽洁净的衣物 该有多好 但她现在有了好闺蜜 我轻巧好折叠 到哪都能带着走 有了我的轻松随行 让她现在无论居家或外出 都能拥有洁净舒适的安心感